我要讲的是9月的第二周,也就是9月8日至14日的星象情况。 我现在坐在电脑前,将告诉你行星的运行位置特别是月亮的变化。 月亮能很好地反映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和经历。 9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我们从9月8日开始。 9月8日时,月亮还在天秤座,但已接近天秤座的后端位于Vshaker星秀。 Vshaker星秀是所有星秀中最具决心和意志力的拥有行星在此星秀的人往往雄心勃勃,驱动力强,他们会实现目标。 这种感觉会贯穿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因为月亮几乎整天都在天秤座的Vshaker星秀。 此外,金星与凯图位于月亮的第十二宫,这意味着与过去的恋人或情感有关的事情可能会重新进入你的生活。 正如我所说,你甚至可能会梦到过去的人,或者是关于爱情和浪漫的事情,这些需要纠正的问题可能会浮现在你的脑海中。 太阳和水星此时位于第十一宫,这一天是你可以外出结识新朋友的好日子。 但由于火星在第九宫,这也可能意味着与父亲有关的问题。 如果你的父亲还在世,且你们关系不太和睦,最好避开他,因为可能会有争吵。 木星位于第八宫,这表明这一天直觉非常强,是保持警觉的好时机。 但水星与海王星的位置不太理想,可能会出现一些欺骗和迷惑的情况。 但当月亮在射手座时,人们往往非常有逐渐。 射手座是一个意见强烈的星座,如果你还没发现的话。 火星正与月亮形成对冲,这意味着这一天人们可能不会很容易达成一致。 尤其是火星在双子座时,人们的言辞和想法都不太友好。 火星在月亮的第七宫,这可能意味着关系中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伴侣在找你麻烦,尽量保持冷静,等到月亮离开射手座就好。 不过,他会在这里停留两天半左右,所以需要掌控好局面并小心行事。 此外,金星位于月亮的第十宫与凯图同宫,表明职场上的一些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可能与女性同事有关,因为金星在那里。 太阳和水星位于第九宫,这一天非常适合阅读一些灵性书籍,学习新知识,并在学习过程中更加富有创造力。 同时,土星位于月亮的第三宫,如果你有兄弟姐妹,接下来几天最好低调些,或者他们可能需要你的帮助。 但你们之间似乎有些不太顺畅。 值得注意的是,木类星宿与破坏有关,所以当月亮位于此星宿时,人们可能表现得非常自我毁灭。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星宿下的人无法接受批评,因此在这一天要非常小心你对别人说的话。 现在我们来说9月12日。 9月12日,月亮将继续位于射手座,并且在射手座的中间部分,处于名为Purva Ashada的星宿。 这个星宿与追求真理有关,有时也被解读为战争宣言的象征。 尽管每个月月亮都会经过所有这些星座和星宿,但Purva Ashada有时会象征战争。 所以,在当前火星对冲月亮的情况下,我不会对世界上的冲突升级感到惊讶。 但不要把这些影响到你的个人生活,尽量避免与他人发生争执,也要意识到你的伴侣可能会有些苛刻或让你感到被攻击。 此外,兄弟姐妹可能会需要你的帮助,但要小心不要被他们耗尽精力。 接着我们说9月13日。 9月13日,水星与罗侯和凯图的位置比较棘手,这段时间你的思维会变得很紧张。 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让思维控制你,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样,你的思维会受到更多控制,不要突然做出消极的反应。 月亮大部分时间仍然在射手座,但到晚上,它会转入摩羯座,预计大约在中央标准时间晚上7点左右,12点23分,月亮会进入摩羯座。 在此之前,今天和明天的整天,月亮会处于名为Utora Ashada的星宿。 Utora Ashada也是一个非常坚定的星宿,它关乎追求真理和真实。 记住,当这个星宿强势时,你无法通过撒谎蒙混过关,所以月亮处于这个星宿时,你必须说实话。 此外,我看到太阳和水星将会处于月亮进入摩羯座之后的第八宫。 所以我们接着来看月亮进入摩羯座,这将发生在星期五,实际上是星期五13号。 我刚刚提到的就是13号星期五,月亮大约在中央标准时间晚上5点进入摩羯座。 当月亮到达摩羯座时,它将逐渐靠近冥王星,这个时期将变得非常紧张,事情开始变得更加严肃。 经济将经历艰难时刻,因为太阳和水星位于13号星期五晚上第八宫。 然后,当我们进入星期六的时候,月亮将在星期五到星期六之间经过冥王星。 这是非常强烈的能量涉及控制和操纵。 要小心,不要让别人试图控制你的思想,控制你在想什么。 所以冥王星与控制有关。 不过,当我们度过13号星期五,进入星期六十四号时,月亮会继续在摩羯座,几乎一整天都处于摩羯星秀,并且它会越过冥王星。 当月亮进入摩羯并越过冥王星时,情况会有所改善,感觉也会好转。 为什么会好转? 因为摩羯的象征是耳朵,是倾听的时刻,不要总是尝试自己说话,要听别人说什么,这样你才能学习。 当你自己说话时,你学不到任何东西,最好是坐下来听听别人的意见。 当月亮在摩羯座时,太阳仍然位于第八宫,而第八宫非常困难。 所以我认为,9月14日全球范围内会有很多事情发生。 这就是9月第二周的结束,请小心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准备迎接第三周的到来。 不过现在第二周已经有很多事情发生了,谢谢。 总结,9月8日,月亮位于天秤座的Vshika星秀。 这一天充满野心和动力,金星与凯图在第十二宫可能会带来旧情问题或记忆。 是结交新朋友的好时机,但由于火星的位置,避免与父亲发生冲突。 9月9日,月亮进入天蝎座的Enura的星秀。 游异和合作是重点,但天蝎座的影响可能导致极度或苛刻的判断。 由于火星在第八宫可能会有腐败或欺骗的迹象,因此要小心。 9月10日,月亮位于天蝎座的GS星秀。 GS星秀是一个充满力量和实现愿望的星秀,但也有黑暗的一面,可能涉及欺骗或负面影响。 木星与月亮的对冲带来正能量,有利于人际关系。 9月11至12日,月亮进入射手座的Mula星秀。 这是强烈意见和冲突的时期。 火星与月亮的对冲使得人际关系和工作中充满紧张。 人们可能会更加自我毁灭或过于苛刻,因此在交往中要谨慎。 9月13至14日,月亮进入摩羯座的15万星秀。 经济可能面临困境,随着月亮经过冥王星,控制或操纵的迹象可能出现。 然而,随着月亮进入摄问星秀,倾听变得尤为重要,紧张局势在14日得以缓解。